大师兄 就在西陵铁骑快要冲至青霞处 就在书院所有人都准备殊死一脖时 秋风微起 一个书生来到青霞 一件棉袄满身灰尘 他的腰间只插着根木棍 来者自然就是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大师兄右手轻扶 古琴上只剩一根琴弦 他的手指便落在那根琴弦上 琴弦轻轻颤抖 发出一声嗡名 只是一根琴弦 却被他弹出了一首曲 此曲中正平和吉亚 但这首曲子落在所有人的耳中 却是那般的惊心动魄 青霞之前无数细灵铁琴 伴着轰轰的声音 重重砸落在地面上 平和雅美的琴曲 没有任何杀意 却瞬间杀死了无数人 天狱大神官望着远处喃喃说道 他怎么来了 贯主呢 南进剑阁的马车上 柳白有些感慨的说道 你们运气不错 居然能看到大先生出手 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 他居然也学会打架了 叶红瑜今日从败中取胜 挫败了守青霞最关键的 北宫卫央与西门不惑 但他不知道一件事 书院弟子们这些年在后山修行 并不全然是自修 虽然他们在被夫子 受为亲传弟子之前 就已经是各自领域的最强者 但他们进书院 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书院中有人还能教他们 那个人不是夫子 从老三玉莲开始 夫子便开始放羊 所以后面收的亲传弟子 他基本上没管过 而负责教这些弟子的人 另有其人 那个人姓李明漫漫 这些年来 书院后山一直是他代师授课 除了福道和打架 后山诸弟子会的 他都会 无论是琴棋书画 还是烹饭煮茶 他都很强 各种最强 世间最强 他是小师叔之后的书院第一 所有领域的第一 击退西陵年军后 李漫漫将青霞前的阵法 与布置 重新整理了一番 他续上了琴弦 清理了消管 秋风再起 棚下便没了大师兄的身影 青山之前的原野里 叶红鱼 召出道剑 护主道心 脸上满是凝重的神情 下一刻 大师兄的身影 出现在原野南方 他看着神颜深处 苍老的天狱大神官 抽出腰间的短木棒 神颜四周的那些红衣神官 如石块一般被震飞 大师兄举棒打下 看着破空而至的木棒 天狱大神官看到了 片刻后的4892种可能 他不惜道心受损 看到了未来 所以他避开了那4892种可能 大师兄站在他身前 举着木棒 仍然是简单的迹象 这一棒看似简单 但在这短暂的片刻时光底 这根短木棒 挥了4893计 只是当头一棒 天狱大神官便已受到了 卢法挽回的伤势 因为这一棒打在 天狱大神官的额头上 击打在他的道心上 大神官流着血水的脸上 满是平静 因为从听到那声擒烟开始 他便知道了自己的结局